在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 众多传奇将领崛起 有一位特别的将领 他就是那颗闪耀的星星烈火马超 他生于东汉灭亡的纷扰时刻 他的命运彷彿被铸造成一颗不灭的星辰 勇猛之星烈火马超将带你穿越时空 探寻这位英勇之星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马超自梦起生于三国时期的公元176年 出生于卓俊金河碑省宝定市 他是汉默名将马腾树长子 也是诸子中吴勇最为出众者 马超其他兄弟也是汉默名将 如马修、马铁、马带等 马超少年成名、剑勇善战 多次拒绝曹操征召马超 拒绝加入曹操阵营的主要原因 在于他的家族背景和忠诚心 马超来自著名的马家 是东汉重要的军事实家 而他的父亲马腾也是东汉的重要将领 马家世代皆是东汉的忠实支持者 对于东汉的忠诚是他们家族的传统 马超反叛曹操的原因 可以追溯到当时的政治情势和个人信仰 在三国时期 中国的政治局势非常动荡 各路诸侯争霸不休 而马超是蜀汉的重要将领之一 他反叛曹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忠诚与蜀汉 马超来自著名的马家士族 他的家族历代都是蜀汉的忠实支持者 马超的忠诚行申后 他是蜀汉为自己的家国 愿意为了保卫蜀汉而奋斗 这使他不可能效忠曹操 敌对曹魏 反抗压迫 在曹操统治下的地区 人民可能受到压迫和剥削 马超作为蜀汉的将领 可能看到了曹操统治下的人民 可不堪言 因此反叛成为了他对抗压迫的方式 政治利益和领土争端 马超和曹操的领土存在争端 这可能是导致他反叛的另一个原因 在古代战争时期 领土问题经常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之一 个人野心 除了上述因素外 个人野心和权力的渴望 也可能是马超反叛的原因之一 在乱世中 许多将领因为野心而背叛原本的统治者 希望在动荡中抹取更大的利益 总的来说 马超反叛曹操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 和个人信仰的交互影响下做出的决定 马超反曹操的战役同关之战 是建安16年 公元211年曹操与马超 韩岁等西方诸侯发生的战争 当时曹操在南方战线失利 决定攻击汉中的五都迷到领袖张鲁 盘踞关中的马超 韩岁等诸侯认为曹兵即将攻击自己 纷纷起兵抵抗 在同关附近与曹军发生大战 最后曹操用机取胜压制关中 一 马超加入张鲁的军队 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忠诚和政治联盟 忠诚与汉氏和义气 马超出身自属汉氏家 对汉氏的忠诚深深根植于他的心中 当他看到汉氏陷入危机 而曹操逐渐壮大 侵略汉氏时 他决定投降汉氏 为汉氏效力 同时 他与张鲁有深厚的义气 这也使他愿意加入张鲁 共同抵抗外来势力 政治联盟与抗曹操联合 在三国时期形式变化莫测 各地诸侯间的联盟和对抗关系经常变化 马超加入张鲁 可以加强张鲁的势力 形成抵抗曹操势力的政治联盟 在这个联盟中 马超可以继续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并且在战场上取得更多的战功 总的来说 马超加入张鲁的军队 是基于对汉氏的忠诚 对义气的坚持 以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为了形成抗操联盟的需要 这个决定也使他成为了抵抗外来势力 保护汉氏利益的一部分 马超最终加入刘备阵营 是基于复杂的政治和军事考虑 也反映了当时三国时期 各方诸侯间复杂的联盟和敌对关系 对曹操的敌意 曹操是当时三国鼎立局势中 一个非常强大的军事指挥官 他的势力不断扩大 威胁到了许多其他诸侯的利益 马超的家族身受汉事影响 对曹操抱持第一 因此愿意与其他反对曹操的势力合作 刘备的平等对待 刘备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蜀汉诸侯 他以仁爱和平等的代人方式 赢得了许多将领的支持 马超在刘备的军队中 得到了平等的待遇和信任 这使得他愿意加入刘备的阵营 对抗外敌 随着曹操不断扩张势力 各诸侯之间形成了对抗曹操的联盟 马超加入刘备的阵营 加强了蜀汉的实力 增加了对抗曹操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 马超加入刘备阵营 是基于对曹操的敌意 刘备平等对待的政治智慧 以及对抗外敌的需求 这个选择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格局 各方诸侯之间的联盟和分裂 当马超加入张努后继续跟曹操对抗 马超作为抗曹的重要将领 率领着军队 与曹魏军队处于对立状态 在战略布局上 马超决定进攻曹魏的继承 这是曹魏在关中地区的重要据点 战役过程 蜀汉军包围继承 马超率领军队围困了继承 展开了持续的围城战 他运用兵力和战术 将继承紧紧围困 限制了城内的粮食和水源 曹魏军筹备抵抗 曹魏方面意识到危机 加强了城内的守备 同时尝试联络外援 以应对马超的围攻 持续的围攻战 围城战持续了一段时间 期间蜀汉军队不断发动攻势 试图攻破城墙 但曹魏军兵力坚强 成功抵御了多次进攻 曹魏军的反击 曹魏军队最终发动了一次突袭 成功突破了蜀汉军的围困 并在战斗中击败了马超 逼迫马超撤退 结果曹魏军队成功守住了继承 这次战役以曹魏的胜利告终 这场战斗表现了 马超的军事才智和领导能力 同时也显示了曹魏军的坚强防守 虽然马超在这场战役中失败 但他的勇气和战斗精神 继续在后来的战斗中得到体现 成为三国时期著名的武将之一 当加入张鲁阵营后 发现与张鲁理念不合 所以马超便投奔刘备 加入刘备的阵营后 他参与的重要战役 并且在这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马超在加入刘备阵营后的一些主要战役和贡献 益州之战 221年 益州之战也被称为刘备法属十三国时期 刘备发动的一场战争 目的是占领益州 即今天的四川省蜀汉的核心地区 马超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背景 在211年 刘备开始进攻益州 他的目标是占领这片肥沃的土地 加强自身实力 当时 益州由刘备的兄长刘彰所统治 刘彰面临着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 他的军队并不稳定 马超的参与 马超是刘备的重要将领之一 也是蜀汉的优秀将领 他在益州之战中扮演了重要的战略角色 马超带领蜀汉军队积极参与战斗 他展现了卓越的战术和勇气 战役过程 攻占剑阁山 首先马超和刘备的军队攻占了剑阁山 这是益州的一个重要据点 占领后为进一步入侵益州铺平了道路 攻克浮城 接着蜀汉军队攻克了浮城 这是益州的一个重要城市 刘彰的军队在这次战斗中严重削弱 战胜刘彰的援军 刘彰试图求助于曹操 但马超和蜀汉军队成功击败了曹操派来支援刘彰的援军 使得刘彰的困境更加深重 刘彰投降 在多次的战斗后 面对蜀汉的强大攻势 刘彰最终无法抵抗 于212年投降给刘备 这一事件使得益州成为了刘备的领土 巩固了蜀汉的版图 马超在益州之战中的勇敢和之谋 对刘备的成功占领 益州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确保了益州的稳定 同时也巩固了他在刘备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刘备南征蛮夷 225年 马超参与了刘备对南方蛮族的征讨 在这场战斗中 他与其他蜀汉将领一起攻下了南方的敌对势力 扩展了蜀汉的版图 在南征蛮夷中 马超带领军队积极参与作战 成功征服南方部落 扩展了蜀汉的领土 巩固了蜀汉在南方的统治地位 他善于与当地部落建立良好关系 稳定了新征服地区的民心 确保了蜀汉的政治稳定 这些战役显示了马超在刘备的领导下 所取得的战略成功 他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心 使得他成为蜀汉著名的将领之一 当我们深入了解马超的一生时 我们发现他是一位充满勇气和智慧的武将 他的一生在三国历史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马超生育将星之家 自小就展现出色的武艺 他年轻时就已经成为了枪族的领袖 并且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将他的部落带向了强大和繁荣 在三国时期 他加入了刘备的军队 成为蜀汉的重要将领 在他的一生中 他参加了众多的战役 包括了同关之战和一州之战等 他的英勇和谋略在这些战斗中得以展现 他的军事天赋和领导才能使得他赢得了士兵和同僚的尊敬 成为刘备军中的重要支柱 然而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 他曾经面对过内部的叛变和政治斗争 但他始终保持忠诚和信仰 坚持自己的立场 最终 他的死因虽然未能被确定 但他的英勇事迹和忠诚精神却在史书中被铭记 成为后人敬仰的英雄 马超的一生是三国历史中一段充满传奇色彩和战斗精神的故事 他的勇气、智慧和忠诚 使他成为了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武将之一 这一生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武将之一